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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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Wu-chan Wu-chan 今天我們要看你的影片 謝謝 我跟文當呢,現在在日本的月子中心 因為文當老家在廣島,然後我老家在台灣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完全沒有後援的一個狀態 然後又是第一次帶小孩 就有很多擔心的事情 然後我又怕我自己身體還沒回復 所以當初華運決定在日本生產的時候 就想說 一定要住月子中心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找 日本的月子中心 我呢 三国家餐廳的存在 對,就是日本的文化呢 他們其實是沒有月子中心的概念 這個應該算是華人文化吧 所以當初我在跟文當講的時候 文當也是,蛤? 就是滿頭問號 我真的覺得這個施設 真的有這個施設 Ru-chan也有很多網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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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Ru-chan也要穩定身體 所以 其實日本月子中心呢 數量還是非常非常的少 在東京關東區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幾家 那我幾乎全部都有去見學 那之前也有拍過影片 我有實際住過一晚 那最後我們兩個討論決定的 就是要住在神奈川縣夜山的這一家 那媽媽家電 月子中心其實都還蠻小的 但是這一家呢 它就是整個設施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有提供非常多的 entertainment 因為文當都會跟我一起住嘛 所以想說這樣 它也比較不會無聊 然後我也可以放鬆心情 因為我也看過很多評價 就有看到很多人說 日本沒有那麼專注在照顧小朋友 主要是媽媽的修行嘛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 對他們的服務 是沒有很大的期待的 但是 實際住進來之後呢 我覺得感受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應該會拍幾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這支影片呢 就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它們這整個設施裡面有的環境 那這支影片呢 那這支影片呢 就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他們這整個設施裡面有的環境 對文當每天都堅持一定要去那個大浴場 對文當每天都堅持一定要去那個大浴場 它的大浴場是卡士吉利的 所以每天早上八點要起來搶那個名額 之前有一次文當就好像晚了二十分鐘 就已經被大家搶光 我們只搶得到最後的時間 所以現在文當就是挑鬧鐘 每天八點要起來搶大浴場 每天八點要起來搶大浴場 對 因為我是剛生完一個月不能泡澡 所以我就沒辦法享受那個大浴場 但是對文當來說呢 其實就是很大的那個浴場 對文當來說呢 其實就是很大的那個浴場 因為我們兩個呢就是沒辦法住到那麼高級的房間 我們兩個住的是中等 算中下一點點的 但是我們也覺得很舒服了 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住的這個房間是什麼樣的感覺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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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來呢就有一個全身鏡可以在這裡整理儀容 那我們到裡面看一下的呢 我們當初呢 我們當初呢選這家月的中間就是因為它的地點呢 非常非常的像度假村 我們覺得很舒服 每天早上一起來呢 就有很好的陽光 還可以看到海 而且跟大家說 晚上夕陽的時候真的超級漂亮 這個玄関入的時候呢 ここにすぐにね 吹不掛機 這個玄関入的時候呢 これ伸ばせば 洗濯物的保持度も可能 使用這裏是可以的嘛 嗯 あとこういう風に消臭スプレーがあったりとか ここにスリッパ あと 今瑠姐も着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館內衣の上に着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じゃあ次は 小さいなって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 意外に入ってみたら トイレはトイレの空間 シャワールームはシャワールームの空間で 如果像是我一樣一出院就來坐月子的媽媽 比較不適合去大浴場的話呢 就會在這裡淋浴 真的也是很舒服 那它的馬桶是免治馬桶 而且他們這裡衛生紙都會一直補充 因為衛生紙我覺得用量很大 因為會流二路那些的就要擦 然後他們這裡呢還有消臭垃圾桶 所以用完的產物墊或是衛生棉都可以丟這裡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貼心 大家看馬桶旁邊這裡有一個小桶子 他們裡面呢都會補充備品 有夜用衛生棉跟日用衛生棉 這個用完呢他們都會補充 或者是也可以自己去拿 那這裡呢有很多毛巾可以用 他們的毛巾也是用完就可以拿的 然後房間呢一個禮拜會打掃三次 那個時候他們也會幫忙換毛巾 這裡是床 這個床是雙床 所以可以在二人睡覺 那他們床這邊呢也有可以直接聯繫護士室的 只要按這個呼出就可以直接跟護士室對話 例如請他們幫忙泡奶或是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叫他們 我自己覺得這個也蠻方便的 那他們這裡呢也有提供水 因為喝水真的需要喝很大量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他們打掃房間的時候也會送新的水過來喔 還有吹風機 吹風機的風量也還蠻大的 我覺得還不錯 還有熱水壺 大家可以在房間泡茶 那這個杯子呢是另外贈送的 那房間這裡還有冰箱跟微波爐 如果大家要吃一些東西的話 要微波或是要冷藏也都很方便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整個設施呢 有四層樓 那我們一層一層跟大家做介紹 首先在地下一樓有 Kashi Kidifuro 還有可以做Spa的地方 然後還有Karaoke 跟小嬰兒拍照的地方 還有洗衣室跟鹽盤浴 但是鹽盤浴呢現在移到二樓了 然後一樓的部分 一樓有櫃台、餐廳、還有嬰兒室 還有媽媽教室、還有兒童室 還有小朋友的墨浴室跟哺乳室 那二樓跟三樓呢是客房 二樓呢還有一個咖啡浴室 文章超級常待在那裡的 那我們首先先帶大家去地下一樓 他們這裡呢都是用電梯移動 我覺得很棒 因為就是有傷口 真的沒辦法這樣一直走樓梯耶 而且這個升降機很棒的香氣 首先帶大家來到Karaoke室 那這個Karaoke室呢 同時也可以在這裡工作 它也是Workspace 那Karaoke室呢是要預約的 一次呢可以使用一個小時 結構いいね 神父 哇~~雙氣那超級方便 � sadly 有美容其實也沒有Karaoke室 那我們觀察這裡有很多 很多住客都是爸爸還有媽媽 還有其他小孩跟新生兒一起過來 那其他小孩呢 可能一直在同個地方會覺得無聊 我們覺得有這種卡拉OK室 可以讓小孩分散注意力就還不錯 這邊也還有插頭 就真的是非常的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裡還有一個很不錯的事 每個房間都有這個甜甜圈做 因為真的是會音切開之後 我覺得大家都必須做這個 不然會很痛耶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我就覺得很方便 這個房間也有 然後是photo space 這個是24小時可以利用的 我覺得這個超棒 真的完全滿足媽媽跟爸爸們的拍照 這個房間也有很多 真的很享受 你看看這裡 超可愛的 這個不是普通的Kamehama 也沒有 可以拍照 超可愛的感覺 超可愛的 大家看整個空間超溫暖的 媽媽跟爸爸們真的會拍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看這裡還有提供非常多的拍照道具 真的很方便 還有很多這種玩偶 可以讓小朋友拍照 超級貼心的 我當初看到這個時候覺得 哇 月子中心真的是太懂爸爸跟媽媽的心情了 那除了小朋友穿的衣服之外呢 還有這種小道具 有很多數字 還有月份跟天數 也有這種是比較文青一點的風格 真的很棒 很期待帶小朋友來拍 那接下來就是Kashiki Reflow 它裡面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一開始以為Kashiki Reflow 就是一個很小的浴槽 結果沒想到 真的就是像一般溫泉旅館那種 很高級的感覺 那其實還滿推薦大家 在早上、中午、下午來的 因為陽光灑進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泡澡的時候也有按摩設備 他們的吹風機還是Panasonic Nano X 整體真的很舒服 裡面的備品也都非常的齊全 真的覺得如果大家要來住的話 每天都一定要預約來放鬆一下自己的身心 然後是洗衣室 文藤真的超愛乾淨 他真的沒辦法接受不能洗衣服 所以有洗衣室呢 真的對我們兩個來說 超級棒的 洗濯機和乾燥機 而且文藤很嬉的是 登登 這裡有很多洗衣物和柔軟剤 還有很多洗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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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洗衣物 也有很多洗衣物 而且可以洗衣物 很大幅広的 這裡也沒有很多洗衣物 所以這次洗衣物 也會完全不一樣的 這次洗衣物和Panasonic 都可以完全不一樣的 文藤真的超愛洗衣服 我們家的洗衣服 擔當也都是他 隔壁這裡呢 就是可以做SPA的地方 SPA的內容也還蠻多的 可是他的費用 就會比一般還要再高一點點 那除了媽媽之外 也有爸爸可以用的 文藤就說 他一定要在這裡住宿的時候 要去一次 這裡還可以做指甲 那因為也是考量到很多媽媽 可能生產完之後 要顧小孩 很難出去做指甲 所以他們這裡就有提供 那當然他的費用 也是比較高一點點 還有藥草育 這個藥草育也是要預約的 那一個人一天可以預約一次 那一次呢是30分鐘 主要就是用蒸汽的方式 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也可以讓傷口復原的比較快 也可以減緩子宮收縮的痛 每次用完的人出來呢 他們這裡工作人員 都會幫忙補裡面的備品 我自己的話是每天都會來一次 覺得很舒服 而且這裡也有提供熱水 常溫水 拍毒水可以喝 大家知道在日本 要喝到常溫水跟熱水 我覺得是一件很難的事 我覺得他們這裡可能 因為華人的住客比較多 所以他們其實很多地方 都有寫中文 然後有一些 比較符合華人想法的東西 這裡是一樓大廳 大家看文當後面是鞋櫃 訪客跟住客的鞋子都收納在這裡 那這裡是櫃台跟大廳 大家看這整個非常的寬廣 而且就是因為不會有很多人擠在這裡 所以這整個感覺很舒服 非常的自在 那大廳隔壁呢 這裡就是餐廳 他們這裡有提供午餐 是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跟宵夜 每天吃的份量都超多超飽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裡很特別 是有舉辦下午茶活動 每個禮拜一跟每個禮拜四的下午 三點到四點 他們都有提供像這樣子的下午茶套餐 可以從他們提供的六種甜點裡面 選三種甜點 還有搭配藥草茶 超級舒服 我之前情人節就跟文當來吃 他們這裡還有情人節的特別餐點 明天很棒 有很多茶包 所以在那裡吃的茶包 也很幸福 茶包也很棒 對 餐廳大概是這種感覺 現在這個時間沒什麼人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外面很漂亮的風景 每天午餐跟晚餐他們會在這裡放 下午茶跟宵夜 大家回房間之前就可以自己拿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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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這裡一樣有提供毛毯跟甜甜圈 坐墊 數量也都很多 我每次都拿得到 可能會有大寶 大寶的話他們這裡也都有提供大寶座的椅子 那每天早上他們這裡會更新 一整天的早餐跟午餐還有晚餐吃什麼 一開始看到這菜單的時候 我想說是只有主食跟湯跟飯 結果沒有 他們其實還有小菜 還有很多其它是自助式的東西 每次吃完都超飽的 像今天的早餐就是日式烤魚跟味噌湯 飯跟優格 飯跟湯都是吃到飽跟喝到飽的 還有沙拉跟營養優格跟牛奶 全部都是吃到飽 然後午餐是蛋包飯 晚餐是鯛魚的 這個文章也都很期待 這一整天都是文章喜歡的東西 那這裡他們通常會放一些甜點或是水果 大概都可以自取 然後這裡還有酒精飲料 我覺得這是給一些想要喝酒的爸爸喝的 有火炉優衣也有一般的啤酒 這裡是無酒精飲料 有提供無酒精的香檳跟奶茶 蘋果汁 那還有排毒水跟蘋果醋 還有像這種一般會有的飲料喝到飽機 那這裡就是飯跟湯吃到飽跟喝到飽 那因為現在不是吃飯時間 這裡沒有放東西 但其實吃飯時間這裡會放滿沙拉 還有蛋 就是各種東西可以自取 這個食物每次都溫足 朝、昂、晨、晨 我和瑚莉都吃了 玩坐月子 我自己覺得營養均衡的飲食真的非常重要 我真的無法想像 要是沒有住在這裡 我們要帶一個嫩嬰回去 要怎麼調體三餐 那這裡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藥草茶包的部分 這裡也是超棒 每天我們都會試試看喝不同種茶 那他們也是美了就會馬上補充 讚 然後早上邊看著這裡的海 邊吃早餐 真的也是很舒服 但也不太難了吧 對 對 那這裡也是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可以在這裡休息的地方 這裡真的是很棒 我們兩個很常坐在這裡 大家看眼前就是這一片風景 真的很舒服 那如果想要出去透透氣的話 這裡也可以出去曬曬太陽 接下來是背品布 我也覺得這個非常的貼心 有很多東西 你看看這個 也有很多東西 廣內服的尺寸也很齊全 是SN、L跟XL 而且大家看他們的廣內服都是前扣式的 所以呢也非常的方便補充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背品 有產露墊 夜用衛生棉 還有梳子 而且梳子不是很便宜那種梳子 是真的可以按摩頭皮的那種梳子 還有白天用的衛生棉 而且滿貼心的 有分成23公分跟21公分 那還有護墊 還有母乳墊跟洗淨棉 這些都很棒可以自己來拿 還有刮鬍刀跟牙刷套組 我覺得這個也很貼心的是 他們還有附小朋友的跟大人的 還有耳塞跟放鬆腳趾的東西 還有漱口水跟洗淨 還有隱形眼鏡保存液 口罩 還有指甲剪 真的是沒想到會有指甲剪耶 還有各種餐具組 還有卸妝跟化妝棉 跟棉花棒 房間剛才我們沒有照到 房間也有洗臉的 還有化妝水跟乳液 還有身體乳 這裡有選擇的 有很多種類的 每晚都可以選擇 在這個袋子裡 放在大浴場裡 可以使用 副獎的蠻驚喜的 如果房間的枕頭睡不習慣 這裡還有提供其他種枕頭 大家可以試躺看看 然後跟他們的櫃台借 他們這裡還有兒童室 而且兒童室還蠻大的 裡面的設備也很多 可以讓大寶在這裡放電 很厲害 對 它裡面真的很大 那接下來是商品區 這裡有賣很多 小朋友關聯的商品 如果大家在月子中心的過程 覺得這裡有東西是自己需要的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購買 那有一些呢 還可以折價 這裡還有兒童背帶區 大家可以在這裡 實際把寶寶抱來看看 寶寶喜歡哪一個背帶 直接在這裡購買 他們這裡呢 還有跟Micky House的聯名 這是Micky House幫他們做的 可是Micky House呢 就是價格有點貴 像這樣一件呢 要日幣9000塊 然後文當有說呢 他想要在寶寶 離開這裡的時候 幫寶寶買一個紀念的衣服 我們在0歲的誕生日以外 買一個紀念的衣服 那這裡也有目錄可以參考 大家就可以來這裡 挑一下想要給寶寶買的衣服 這裡呢 有哺乳室跟沐浴室 那因為這裡不能拍呢 就在外面簡單跟大家做一下介紹而已 新生兒市呢 旁邊這裡有個電腦螢幕 它上面會有Mama Class的行程 行程也還蠻豐富的 可以在這裡報名 我自己覺得蠻特別的是 他們這裡呢 還有一個小活動 是一年後的信 在每個房間呢 都有放明信片 大家可以寫完明信片之後 投入這裡的油桶 他們會在一年之後寄出給你 我一直想說 這個一定要做 感覺很有紀念意義 他們一樓這裡還有足湯 足湯呢 是24小時的 因為其實產後的媽媽 像我剛才講的 是不能泡澡的 所以像這樣子 即使只泡個足湯 都會讓身體暖起來 我跟文當也常常 在吃完早餐 吃完晚餐的時候 來這裡泡 足湯這裡還有提供命名紙 我們兩個也是想說 一定要在這裡寫 三個顏色都要各寫一張 帶回去 沒有紀念意義 那二樓呢 主要是客房 還有咖啡浪集 研盤浴跟工作區 這裡呢還有血壓劑 文當在這裡量血壓 然後旁邊呢 這裡就是Nesolato區 這個也是超棒的 他們每個月呢 都會換這裡的裝飾 那因為現在是二月 左邊是情人節 右邊呢是日本的女兒節 這裡也有提供很多衣服 可以給小朋友 穿在這裡拍照 還有拍照小道具 二樓現在有研盤浴 那研盤浴呢 也是要預約的喔 我自己覺得 這設施還蠻貼心的 就是因為考慮到 媽媽產後 有很多事情不能做 身體不能著涼 他們這裡就提供各種設施 可以讓媽媽好好的 讓身體變暖舒服 那二樓這裡呢 有獨立工作區 他們自己還可以調整 讓外面的人不要看到裡面的感覺 也是很故隱私 那這個我也覺得蠻貼心的 是可以出借一些工作道具 像是有支架 還有視訊鏡頭 延長線 鍵盤 還有無線滑煮 跟手機做 甚至還有文具 跟耳機 然後是我們文當最愛 最愛的咖啡浪機 它每天花超多時間在這裡的 對 他們這裡有非常多漫畫 而且漫畫的種類還蠻多的 有流星花園 還有海賊王 還有七龍珠 火影人者 而且我自己覺得非常特別 是大家看 它居然有中文繪本 一定是因為住客很多人講中文 才會放中文繪本 超棒的 那如果不想看漫畫的話呢 這裡也有提供一些育兒書 那這裡呢是惠本區 如果帶大寶來的話 就可以讀惠本給大寶聽 那整個咖啡浪機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子 那大家看中間這邊呢 全部都是飲料喝到飽 超棒的 一樓餐廳提供的茶包呢 這裡也都有提供 這裡也有提供按摩椅 文當也很喜歡 那這裡還有提供桌遊 因為他們這個咖啡浪機 是我有些外來的客人 就可以在這裡休息 所以有提供非常多的遊戲 就可以讓客人跟這裡的住客 在這裡好好地休息 那帶大家簡單看完了一下 這整個月的中心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我自己住呢 是有覺得有一些缺點 也有一些優點 優點的部分呢 剛剛已經跟大家介紹很多 大家應該都有感覺了 那我自己覺得缺點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第一點 因為他們是整個設施很大 要一直走路的關係 如果是產後 傷口還有一點疼痛的媽媽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負擔不舒服 而且因為如果媽媽都把小孩放在嬰兒室的話 他們基本上都是要自己去嬰兒室拿小孩 每三個小時就要這樣走一次 我自己覺得 對媽媽產後 修復的身體是滿大的負擔 那他們這裡呢可以接受的住客 是到小朋友出生四個月之前 所以也可以就是一個月 自己在休息之後呢 只會帶小朋友過來 還有我最初的地方是 我自己覺得床的段差很大 所以我覺得床的段差很大 所以我跟文當 就是每次推車的時候 只要有一點點高度 我們兩個就會一起把車子抬起來 再放下 我覺得那個也算是滿大的一個負擔 那剛才設施的優點大家都看過了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設施算是滿全面的 那另外關於小朋友的照顧 因為我一開始有看一些 看一些一些 評價還有一些住過的朋友說 那些朋友覺得他們對於小朋友的照顧 好像沒有很完善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抱持著 沒有期待的心情來的 那我也覺得 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住產是每天都會跟我們討論 寶寶今天的狀況 然後他們覺得要怎麼餵養比較好 然後跟我們商量 我覺得這一點算是讓我滿安心的 而且因為小朋友真的有很多突發狀況 那我們每次去的時候 即使一直問一直問 他們也都不會覺得不耐煩 我覺得很用心的教我們 其實把小朋友教給他們還滿放心的 他們很用心的時間 他們很用心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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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担当的受産師 都會改變了 但是他們很用心的 所以他們很用心的 他們很用心的 如果在這裡進去 兩人都會很煩惱 很煩惱 所以 最初的1個月 在這裡進去就很好了 對 好 那這個月子中心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大家也都可以留言 跟我分享 就是大家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當初在搜尋日本月子中心的時候 資料真的很少 那希望如果有這個需求的人呢 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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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